安息此地古稱瓜州 据旧宪制的記載 安息呢 取之國家統一 西方安定之意 顧名安息 清朝曾設安息位 安息府 到民國二年才改設安息縣 現在我們抵達距離安息縣城 東南方86公里處的喬紫鄉 在戈壁荒漠當中 這兒呢 有一座索陽故城 根據專家考證 這座城池呢 原名叫做苦玉城 它在漢朝時是明安縣 清朝改屬靖昌郡 隋朝時改為常樂縣 唐朝屬瓜州 及靖昌縣的智所 出唐時呢 唐太宗李世明 明太子李治 和名將薛仁貴征西域 兵臨城下 一舉攻下 不料卻被當時哈密國元帥 蘇寶彤的大軍層層包圍 歷經苦戰 城不能下 於是蘇寶彤切斷上流水源 逼河改道 使得苦玉城陷入困境 內無糧草 外無援兵 當時情況十分危急 這個索陽城後來為什麼會沒落呢 它沒落的原因呢就是 它呢就是有兩點 第一點呢就是急劇的缺水 就是在那個缺水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地方的唯一的水源 在大唐的爭冠年間 就是因為作戰 被敵人呢把它河水給切斷了 這個地方就是水源急劇的缺乏 另外呢在明朝的嘉慶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的1539年 明王朝呢它徹底 第二次徹底地關閉了嘉慶關 這個城呢它水關外隱息 就是脫離了明王朝的統治 所以呢明王朝就不管它了 隨後呢就是遊牧民族 少數民族來到這個城的活動 就是放牧幹什麼 它為了搶水搶地 就是發生一些爭鬥 發生爭鬥呢就是必定要秧及到城內 這百姓呢為了求的安寧 就是逐漸搬走 所以呢這個城呢人呢 就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到最後就是徹底地廢棄了 到現在也就是它具體廢棄年代 是明末清楚 到現在不足四百年 在說薛仁貴被困此城當中 偶爾發現在城區內外呢 片上一種名叫索陽的植物 快根肥厚 既可充饑又可解渴 就絕而食之 一直堅持到援軍來解為食 薛仁貴為了感謝索陽的救命之恩 奏准朝廷 把苦欲改名為索陽 成為河西最西端的最高軍事行政治所